日前發生在台中 這一名百歲人瑞 是趁著太太不在家 就騎著電動代步車出門溜搭去 不過是疑似是因為天氣太熱了 力不從心 就看到他的代步車 沿路是橫衝直撞的 甚至自撞樹叢 年邁老翁騎著電動代步車 狂撞路邊樹叢 就怕老翁出意外 目擊民眾趕緊請員警幫忙 不過老翁有點重聽 加上講話又有口音 溝通起來有些困難 原警從老翁身上的證件 找到了他家的住址 還發現眼前這名文姓老翁 是名一百歲的人瑞 接著原警拿出 只何必耐心和他溝通 老翁突如其來的猛力倒車 讓原警嚇出一身冷汗 要確保老翁的安全 原警決定用許羅車 把老翁還有他的代步車 一起載回家 你的車這個這個 放我的車上 後面 他會幫他噴敵人 不會不會 十八號中午台中太平 這名一百歲的文姓老翁 趁著太太去看醫生 出門溜搭 騎著電動代步車 一路閒荒到離家三公里外的 台中東區東光原路上 但疑似天氣太熱 老翁操控電動車顯得力不從心 遠景撲送老翁回家時 剛好遇到了在附近 交集找人的老翁太太 大熱天老翁騎帶步車 重撞樹叢 好在沒有受傷 最後也順利回到家 結束這場驚魂 記者高麗靈波沖 台中報導